鸡蛋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我们把它叫做是 特别符合人吃的优质蛋白质 但是呢 生的鸡蛋里边呢 它会有一些蛋白质抑制酶 就是说你蛋白质吃进了以后呢 它会抑制你的消化和吸收 同时呢 生的鸡蛋里边呢 它还会有一种抗生物素的一种蛋白质 生物素呢 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 必足的营养素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会缺生物素啊 所以人们也不会去关注它 但是呢 长期吃生鸡蛋的人 可能会出现生物素的缺乏 就是说会掉一些毛发 所以呢 生鸡蛋的吸收力的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力 大概是在50%左右 而且生鸡蛋有10%的几率 它是感染沙门氏菌的 那么沙门氏菌 如果你生的吃进去以后 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消化大的增长 腹痛啊 腹腺啊 就是一些胃肠炎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把这个鸡蛋煮熟了以后呢 那它的蛋白质啊 就90%多 甚至100%都可以被人体吸收 当然除了水煮蛋以外 还有蒸鸡蛋羹啊 也不错 水煮荷包蛋 还有呢 就是鸡蛋可以炒着吃 也比生鸡都要好得多 所以听我一句劝啊 选对怎么样吃鸡蛋 吃熟的鸡蛋 我们才能选对健康 这个煮食 在这ểm 那边 我们下築